好 大家来看啊 目前呢已经实现了 哎 就是说显示这个学生的 性别对吧 显示学生的性别姓名 哎 那我们呢还注意到 这个数据啊 是不是这有点不太好看呢 你看上面是不是隔得太近了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去修改他的这个 内奥文件对不对 在这里边你可以搞一个什么呀 marking left对不对 有没有印象 marking left 是不是啊 marking left一个15个dp 对不对 这会好看一点 哎 点击是不是又显示了 好 显示了 然后呢 哎 我们来看一下 我每次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这个应用程序啊 我最开始打开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显示学生的信息啊 我想做这个事 我以这个应用程序一打开 我就去把学生的 到底有多少个学生的这个信息在下面显示出来 能不能做来 啊 这个能不能做 这个就很容易做了 是不是啊 好 那我们来看啊 这里事物是保存吧 这里display是不是表示显示啊 好 我们一上来的时候是不是就去显示一下这个数据啊 那我点击display的时候要显示这个数据 而我这个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显示这个数据啊 那都会执行这个代码 所以我把这个代码干什么呢 抽取成一个方法 可以吧 好 抽取成一个方法 我这里边就会抽 这样子 啊 注意 如何抽取方法呢 也可以选中他 然后这里啊 他有一个叫做refactor 看到没有 重构的意思 重构再有一个extract method 抽取方法 好 我们就叫refrefresh refresh data吧 ok 好 你一掉了之后 你看 这个方法是不是就抽取出来了 那里 在应用程序最开始的时候 在uncreate里边是不是掉一下这个方法啊 大家 那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个可以显示这个数据了 对吧 好 我们来重新启动一下 好 大家看 上来是不是就显示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点一下 好 注意啊 我这个 我得跟大家演示详细一点 详细一点 你看这里边 数据是不是很多啊 我把我这个数据给删一些 delete adbc啊 cd怎么样 cd到这个 我们f2 我ctrl c cd到data data 这里吧 iOS cd到data basis 文件仿佛 文件仿佛 对吧 circulate 3stu student db吧 好 然后 data tables 看到 是不是有一个 student啊 我们select count 新一下 我们看到底有多少条数据啊 还记得这名字吗 from from student 是不是7000多条啊 我们把它给删掉啊 delete from 什么呀 from 这个 student 我回车 是不是删掉啊 好 删掉之后来 我们这里 退出一下 然后重新再进来一下 好 当前是不是没有数据啊 好 我来重新 执行一下我这个代码了 这家 我们这之前是不是2000条啊 我这就搞个20条 好吧 搞个20条 呃 先搞个10条吧 然后这个理事 是不是非没有啊 运行一下 123 我走 运行完了吧 然后我再搞一个 呃 张三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 没有 可以吧 哎 这个是4条 好 这显示了 然后我们进行启动 哎 大家看 李思思 是不是显示了 张三也显示了吧 好 现在总共20条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好 现在注意啊 大家来看 我点第一 我们这个应用程序 一启动了之后 是不是就显示了 这些数据啊 我再一点 是不是又会显示 这些数据啊 好 注意 这里边实际上 涉及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来看 我们 一应用程序 一上来 这里是不是 refresh data 然后set adapter 是不是 漏了一个my adapter 然后我一点击 这个按钮的时候 是不是掉这个方法 是不是又去 漏了一个adapter 所以说 这就会导致 你这个adapter 被六多个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样就不太好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会这样写 我把这个my adapter 搞成一个成员变量 然后my adapter 我点击进来的时候 eve这个adapter 等于空 我才去干什么呀 6 让这个my adapter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6 my adapter 然后再把这个adapter 设定了 明白吗 好 那else呢 啊 else是不是就 else就直接 直接显示了 对不对 好 怎么显示啊 直接lb 是不是晒下这个了 好 行 很好 好 注意啊 我们这里边有很多log 我把这个log给清理一下 好吧 OK吧 这个log给清理一下 好 没有任何问题吧 好 大家看了没有 看现象没有 来来来看一下啊 来来看啊 注意注意注意 现在我是拖到下面来了 我也点击查询一下 你看这又从第一个开始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 说实话 这真不是我想要的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不是你想要的 听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的 你看一下 在应用程序一上来的时候 你就是调最终调reflash data 盼着他不等 盼着他等一空 是不是走这个逻辑啊 但是你一再点击的时候 这个mile adapter还等一空吗 不等一空 是不是走走下边逻辑啊 走下边逻辑 你又重新再size一下 重新再size一下 那导致整个这个又会重新走一遍 最终就导致了这个结果 又跑到第一个来了 听明白了没有 所以说这不好 听明白了没有 好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会接 好 对这个adapter里边 它有一个接的方法 notify data site change 通知数据 集合 发生变化 注意 只有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它才会将这个数据进行变化 如果没有变化 那这个就不会改变 听明白没有 从而就可以实现 如果我之前拖到某个地方了 我再点 它就还是之前一样了 听明白没有 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看到没有 是不是在这家 这就没变吧 这才是我想要的 OK 行 好 同学们 刷新了 怎么刷新了 点什么刷新了 没问题啊 我点了现在没问题啊 你看这个数据没变了 只不过这是我方法打赢的log嘛 对吧 方法打赢的log嘛 好 现在来看啊 继续 看这样的问题 我想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啊 大家 你看 这 是不是某个学生 具体的信息啊 我想在后边 添加一个什么 delete按钮 能听明白吗 是吧 那我一点那个按钮 我就把它这个 学生的信息给删掉 听明白吗 是吧 好 学生的信息给删掉 来看啊 我怎么弄呢 那我们要在这个 条目后边 是不是添加一个 那个图片按钮啊 所以我这个时候 我得去编辑那个item 叫eximo文件了 对不对 我们知道 这个条目 是不是有那个item eximo文件转化而来的呀 好 我们来看 这就是那个文件 我在这后边 我加一个什么 imagine 是不是三图也是一个图片 wise wise我们写个 right content hat 写个right content 然后这里 来个id 我们叫iv delete 删除吧 然后呢 这里边我们来个src src指向一个什么呢 你看我发给你的资料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小图片 就要删除了意思 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到 左一个目标下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 指向左一个目标下的 delete 就可以了 明白 好 注意 好 注意 这个图片 他摸摸的是不是在左边 我可以让他align parent parent right 出啊 并且还有一个什么 center vergetal 看见没有 点一下 是不是 好 来看啊 我们现在明确了是 一点击这个 是不是要 三呢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 好 我们知道 这个VU对象 里边 这个VU是不是由这个exmo文件转化来的 那我们之前VU可以去 findVU by ID 找到这个textview吧 那现在我们这个VU 是不是仍然也可以去找到 我那个delete图片 delete imagineVU啊 叫findVU by ID R.ID 怎么样 IV 我这是不是拿了一个图片 拿到那个VU对象之后 干什么 我直接去sit onclick listener 能不能看明白 然后我new一个onclick listener 是不是要是删的意思 这种写法还有印象没有 我们之前所述的 是不是匿名类不类的方式 那只要那个删除的 他一被点击 就会执行这个onclick 里边多 是吧 那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SYSO 这个 就说 delete delete 被点击了 来 是吧 来看的啊 你看图片是不是上来了 我点 看到没有 被点了 对不对 被点了 当然这个图片是不是有点 靠这边太近了 我们可以干什么 marking write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了 我们就调一下吧 marking write 我们搞个15个DP 这够了 既然一点击 是不是就会执行这里边方法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当前的 学生从数据库里边给干掉 那我们就会调用 调用 DAL去 删除数据库中的 数据了 那你怎么做 我们早上是不是有一个 SDAL 我拿这个SDAL DAL里边提供的有什么 增山改查的方法吧 我就去 DR Delete 就可以了 你掉Delete的时候 是不是得传那个学生的姓名呢 学生的姓名 我知不知道 知道 是不是当前这个学生 再去什么 GET 内部吧 这就可以了 好 这是什么问题 注意 这个由于 这是个类不类吧 类不类里边 访问到方法里边的 这个变量的时候 是不是得 Final一下 明白没有 好 这样就没问题了 OK 好 这样紧接了 离山 那我们给它谈一个图诗 Make Text 那我们得MainActivity 这个删除 成功 对不对 然后 Duration 0.7 All了 在哪 走 好 大家来看 我们一点 走 是不是删除成功 一点 是不是删除成功 的确删除成功了 但是这个数据 是不是没变了 注意 你看 你删除了之后 是不是得再掉 之前的这个 RefreshData一下 对 就可以了 上一个是吧 我点D 我点删啊 我翻一下 是不是删了 你看 0是不是没了 然后我再删1 你看是不是1又没了 我再删2 是不是2又没了 没问题 听明白了没有 好 注意 这里 我们看上去都没有问题了 是吧 的确 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事 你看我之前调这个RefreshData的时候 有些同学 有些同学还有疑问 他老师你为什么要调这个呀 注意 如果我不调这个 我是不是还调之前的这个呀 对呀 你知道我调之前这个会干什么吗 他还会跑到最开始 听明白了没有 还会跑到最开始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干什么呀 得调是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大家以后经常会用到的 他就用于什么呀 在在指什么呀 指更改 指刷新什么呀 部分界面的数据 哪个部分更改了 他又更改 哪个部分的数据 听明白没有 好 所以要搞清楚了 大家